成堡的印象 我想是很童話、很美 很美 現在會更美 現在很高 藍王回憶 她是看到她最喜歡的Arona公主 她就會想抱著她 變相了小朋友拍了很多照片 就可以將來看起來很甜蜜 香港迪士尼十五周年 瑞公主城堡華麗變身 全新的奇妙夢想城堡上星期就開幕了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這座城堡是怎樣建成的呢 讓我們來講一下幻想工程師背後不為人知的幕後秘密 我是Amanda 我負責的工作就是監製 帶領整個團隊 包括由設計 每一個專業 我們的部門 What Disney Imagineering 顧名思義 就是將幻想和工程 這兩樣東西去融合 可能你剛剛走的時候 只是看到一個城堡 但其實裡面有包括 概念設計 包括建築 室內設計 音樂設計 媒體 還有背景故事 而這些背景故事 如何去融合顏色 Amanda是第一位香港人 去擔任整個新城堡變身工程的監製 由概念設計 去到化為現實 起出來都是由她負責的 設計草圖 用了VR技術 去製作新城堡的4D模型 就可以大概預計到施工時 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了 再到選好顏色 在樂園外面製作組件 當中就牽涉15個大型組件 好像公主城塔一樣 以及過千件 好像外場善逢這一類的建築裝飾 最後運到樂園內組裝 前前後後用了大概4年時間 其實我們在原有的城堡上去擴建 所以兩者新城堡的設計 和單元都要很完美地融合到 在現有的城堡裡面 在香港這麼特別的城市 去擴建城堡 成為樂園新的地標 我們都很想加入一些香港的元素 例如你一想起香港 一定會想起一個很國際 很多高樓大廈的大城市 所以你剛剛看到 它好像很高聳入魂 其實我們都加入了這個垂直的線條 不斷去向上延伸的線條 在我們的新城堡裡面 新城堡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齊這麼多位 經典迪士尼公主和女王的故事元素 融入在細節裡面 城堡上其中13座城塔 透過用顏色、標誌等象徵 分別去代表不同迪士尼公主和女王的經典故事 城堡的通道 裡面的圓頂廣場 再到城堡後面的圓花窗 細心點看 都可以看到有不同公主和女王的故事元素 迪士尼為了保持遊客對童話世界的想像 一直以來都比較少透露他們的製作過程 而香港迪士尼今次就是第一次被遊客去見證 城堡的變身過程 其實這麼大了的城堡 我們不可能是整個都遮住它 不如我們靈活點把它調轉這件事 其實是邀請所有的賓客 一起去目擊這個城堡的成長 其實我們就運用了一個叫做組裝合成的技術 在園外先做了一些單元的設計 和去組裝和上色 之後在晚上再將它升高和組合 其實我們只是用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整個新城堡的外形 外觀其實已經出來了 見眉之著 我們在城堡表面的一塊水泥道 都可以看得出 迪士尼對視覺效果的執著 我是Jillian 我是現場藝術總監 我是主要負責主題上色的 由Castle 我們的城堡 由最頂部分的金色 到最底部的石 木所有的 你見得到的顏色 都是由我們這個團隊 一手一腳地遊出來的 在不同的天氣 晴天陰天的時候 甚至雨天我們都會考量 日光是我們城堡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令到它們的顏色呈現出來的 這個我們每一塊石頭 都特意是聚造不同的紋理 令到它有一個凹凸感的效果 我們雕刻的時候 都很注重這個步驟 靠用顏色去洗水 令到新的顏色可以滲進去 每一個凹凸的地方 之後我們會再抹走它 令到它的凹凸感效果會再出些 其實是花功夫的 但是我們要追求這個細緻的效果 令到每一個人的客人 來到這裡 看到它摸上去 和看上去都是一個石頭的效果 我們就是要追求這種感覺 其實很難去訂電話 一塊石頭可以幾時遊完 一份牆遊到一個相當程度的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遠距離 再看看有沒有些位置去細則 所以這個時間其實都很長 你會不會覺得多次在這裏化妝 對 這個其實是 所以為什麼女生都很適合做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我們會特別對立體的物件 例如陰影的觸覺 其實都會很敏銳 其實地盤很多時候都會是男性居多的 但是我們做這個主題上色 女生的佔部分都不少 看起來就以為是一塊石 但其實是一塊水泥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石頭 而要經過這麼複雜的步驟 去做一個石頭的效果呢 因為本身石頭是一件很重的物件 安裝比較難 不是每一塊石頭都能夠做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因為始終自然的物料是很難去控制的 還有本身我們可以將來容易些修補 因為始終石頭是沒有得去修補的 將來譬如維修 還有設計的概念 所有都是為我們用不同物料的考量 驟硬體以為真是一塊木頭 但原來又是水泥 這塊不是木 這塊是水泥雕刻出來的 因為香港有天氣限制 因為比較潮濕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用不到真的木 聽完幻想工程師 如何在現實建構幻想 是不是很想知道他們的工作環境是怎樣呢 就等Amanda帶我們走進去 幻想工程師的辦公室吧 這裡就是我們平時幻想工程師 在這裡做brainstorming 或者一些work session的地方 我們都會先看這些色彩 然後就想像那個效果 當我們選擇了顏色之後 我們就會選材 還有構思的時候 可能我們已經有一些立體的樣板 我們就會看一下 究竟顏色上的應用 已經有很多隻金 究竟哪隻金 是可以放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可以很和諧地放在一起 但它們又不會完全變得一模一樣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看著大圖和立體模特兒 去看這件事 整座城堡其中一個最美 Amanda和Jillian花心思的地方 就是城堡那一層 在陽光底下會閃閃發光的顏色 因為這是新的物料 我們更加想去多些實驗 其實都很考我們團隊的功夫 因為我們study了上至下 但其實左至右的study 去一個3D的層面 都需要大家去運用一下想像力 因為我們始終城堡是立體的 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前面的裙子和後面的裙子 是有少許不同 而且你看到其實不是一層有的 其實是有幾層 做了最Base Paint 之後再上 這樣才做到那個 那些Movement 的效果 兩位幻想工程師和他們的團隊 合力建構了一座夢幻的新城堡 但他們自己對香港迪士尼 又有甚麼感覺呢 因為本身城堡或迪士尼 是沒有一個可以說是少女的夢想 以前你會見到 那個城堡你是可以來看 但現在對於我切身處地 在這個城堡一起去起的時候 一起去成長 會覺得這個香港人的城堡 我自己有份去參與 那個感覺是很滿足 很有成功感 看著我的褲子 就好像看著綠色 就是我剛才遊完棵樹 藍色就是我遊完 Moana Tower的顏色 打開的衣櫃 每一條褲都有顏色 就算最漂亮最乾淨的那條褲 都是有顏色的 很多人會問 你有骯髒 我說不是骯髒 這是回憶 但對於我來說 是顏色 因為是我的人生一部份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迪士尼 是在美國的迪士尼 第一次去看夜晚的迪士尼 我是哭了出來 因為那個寫詞就是說 Y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即是這一句是很令我很感動 因為每個人成長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夢想 但是因為有困難 有挑戰 但是很多人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放棄了 但是其實除了小朋友 中年人 就算老年人 其實都應該保持有自己的夢 不斷去追尋 就不要怕困難而放棄 謝謝